楚离点头 行 我知道了 宁毅道 还有另外一件事 楚离陷入了沉思 宁毅跟他说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要抄户部 可是户部是要纸 而且牵一发动全身 要么宁毅找出户部被藏起来的银钱 否则要抄家根本就不现实 宁毅托付给他的第二件事 就是让他想办法 把户部藏着的银子给寻出来 户部是徐希之的人 打击徐希之本来就是他们一起合作的目的 楚离自然不会推辞 可是这样一来 他就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 他如果忙起来了 把锦儿一个人放在府里 他还真的不放心 尤其是方才 瞧见张燕燃那个惨兮兮的样子之后 更加的不放心 张燕燃是楚离的亲生女儿 她都能这样对待 而她不在锦儿的身边 锦儿又是双身子 万一惹怒了楚离 她伤害了她 那她就真的哭都没眼泪了 先前她还想着 也许解而怀了身孕 她会有所顾忌 可她显然低估了楚离的狠心程度 她想了想 走出房间 叫出莫言 世子爷 楚离在她的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话 然后郑重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去通知方伯 她知道该怎么做的 还有 她先前跟我提出的要求 就说我同意了 莫言毛子微微一闪 错了道 答应 我只答应 我不取楚鱼性命 可没有答应 不让别人取她的性命 楚离似笑非笑 楚鱼的仇人那么多 真的等到她没了兵权的那一天 你以为她能活多长时间 莫言毛子一亮 一脸的崇拜 应了方伯这个要求 也算是报答 她对我这些年的照顾 也算是 全了她最后一点的兄弟之情 属下明白了 楚离回到房间的时候 已经尽量 把关门的声音降到最小 可还是吵醒了苏木槿 她掀开为慢 睡眼朦胧 呆呆地坐在床榻上 好像还没有彻底清醒的样子 吵醒你了 嗯 其实她是做了一个梦 梦里梦到瑞儿说要回来 她抚着自己还未突起的小腹 苦笑 应该是最近日有所思 所以才会做梦梦到这样的事情吧 她心里有最后一丝稀迹 她可以重生 宁欲可以有前世的记忆 那也许 她的瑞儿也能回来 想什么这么入神 楚离给她倒了一杯白开水 坐到床边递给她 又拿床头边的大球 把它给裹起来 金儿 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什么事情 楚离把先前进宫的事情 跟她说了一遍 然后问她 张燕然应该再也不会踏入楚王府了 我们也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 而且楚离这个人 你不太了解 她才认起来几乎不算是人 今天你也瞧见了 张燕然一身的伤 她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下得了手 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我以后恐怕要经常出门 你一个人待在家里 我不放心 楚王府毕竟是她的地方 府里的侍卫也都是她的人 真的想要对你不理 就算有墨眼在你身边守着 都没有用 所以她要和锦儿搬离楚王府 嗯 她喝了一口水 郑重地点头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 楚王府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甚至连苏家都比不上 她天天在这里待着 也觉得快要发疯了 还要每天都担心着 会不会受楚瑜的算计 上一次她惹怒了楚瑜 若不是有楚梨在身边 她也躲不开楚瑜的那一巴掌 她把杯子塞到楚梨手里 穿着衣裳下床 想好搬到哪里去了没 要么是苏家 要么就是楚家 苏木槿心里想和聪儿亲近亲近 可是又觉得好长时间 没有去瞧外祖母和舅舅舅母们了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我们先去楚家住一段时间 然后再去苏家住一段时间 可以吧 当然可以 不过苏木槿想到了一个问题 她试探地看着楚梨 要不我们抽个时间去一趟左相府吧 毕竟是你的外祖父 楚梨一愣 手中的被子微微一颤 那滚烫的热水就淋到手背上 苏木槿拿帕子给她擦 怎么这么不小心 楚梨却垂下毛子 淡淡刀 算了 嗯 苏木槿反应了一下 才明白 她是在回答她方才的问题 为什么 我三岁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外祖父 对她的印象早就模糊了 也没有多深的感情 这些年她恨我都来不及 又怎么会待见我 而且她年纪也大了 经不起刺激了 若是瞧见了我 恐怕会气死的 苏木槿默然 心里却有些责怪作向 楚梨的娘亲死了 她作为昨晚的爹爹 是很伤心 可是最伤心的却不是她 那个时候 楚梨只有三岁 就算昨晚的死和楚瑜有关 可以不能连一个小孩子也一起恨上 这么多年 她处境如此艰难 她这个做外祖父的 竟然从来不来关心探望 苏木槿心里忽然有点痛 密密扎扎的疼 不多难受 却让人无法忽视 她握紧楚梨的手 相处了这么长的日子 对于楚梨 她也算是有了了解 她是一个特别盼望着光明和温暖的人 别人对她的好 她都会记得清清楚楚的 案子下定决心 将来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解开 楚梨和左相大人的心结 别说这些了 饿了没 你当我是猪呢 苏木槿瞪了她一眼 下了床去烤火 她睡觉之前刚刚才吃过东西 这会儿不太饿 她拉着楚梨坐到了身边 刚才你和张燕燃都说什么了 楚梨原本想说没什么 可眼睛一转 却轻笑道 方才张燕燃问我 如果她不是我的亲妹妹 也不是徐希之的女儿 我会不会喜欢上她 张燕燃的话没有说完 不过她能猜到这个意思 认真地瞧着苏木槿的表情 就瞧见她眉头微微一簇 侧过头来瞧她 楚梨心中微微得意 却没有表现出来 你怎么不问我是怎么回答的 还用说吗 肯定是不会啊 万一呢 她就对她这么放心 要喜欢上 八百年前就喜欢上了 张燕燃和你认识这么多年都没戏 就是再认识个八百年 也都没可能 楚梨有些泄气 你怎么知道没可能 万一我就是喜欢上她了呢 苏木槿哼了一声 哼 那大不了我也去找别人呗 你敢 你敢我就敢 两人互不相让 都怒视对方 瞪了半天 同时扑斥一笑 想想他们还真是幼稚的厉害 然而等到晚上 收到张燕燃去世的消息时 他们却怎么都笑不出来了 本来苏木槿和楚梨 都已经躺下来要入睡了 猛然听到默言带来的消息 楚梨和苏木槿的脸色 当即就是一变 她从床上起了身 瞧着苏木槿也要起来 连忙按住她的肩膀 你好好休息 别往外去了 苏木槿却摇头 一定要起来 不行 张燕燃怎么会突然死掉了 我要弄清楚才行 楚梨拗不过她 只好等着她穿上衣服 轻轻地扶着她 走到了外间 莫言正在外间等着 楚梨一瞧见她就问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太清楚 昏暗的烛光笼罩着房间 形成一股子难言的诡异 莫言低声道 我们的人现在才收到消息 事情的原因还没弄清楚 就只说了是安宁公主中毒身亡 死在了张府 太后听说了 立马不顾受了重伤 跑去了张府 而且 还不知道用什么法子 说服了张太一和张夫人 把安宁公主的尸体 给弄到了慈安宫 张太一和张夫人 暂时还没有把安宁公主的死讯 公布出来 不过听说张府的人 已经开始布置灵堂和白灵麻衣 如果不出意外 明天张府就会公布出 安宁公主去世的消息 楚梨的脸色相当之难看 张燕然竟然死了 她竟然还是死在了张府 她不是在楚王府住着的吗 她面色紧绷 楚瑜接到消息了没有 我们既然都接到消息了 恐怕王爷也该接到消息了 莫言担忧不已 她先前不是给张燕然的身边 安排了两个丫鬟吗 她从我们院子里出去的时候 两个丫鬟没有跟着吗 苏木锦声音同样严肃 没有跟着 这一点莫言也弄不明白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不可否认 最大的责任就是他们两个 楚王爷既然让他们两个照顾张燕然 可他们两个却没有贴身跟着保护 现在出了这档子事情 甚至是张府的人 比他们更早知道张燕然去世的消息 这简直就太荒唐了 先前公主进我们院子的时候 好像和五丘五下吵了一架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所以他们两个心中不满 才没有跟着张燕然 倒是有这个可能 那两个小丫头的傲气 她是见识过的 这事我知道了 你回去休息吧 楚离想了想 挥挥手 让莫言先走 莫言有些担心的 看了他们两个一眼 还是退了出去 刚走出房间 就被一个小胳膊给拉过去了 怎么样 怎么样了 世子爷怎么说 能怎么说呀 我从来都看不懂世子爷的脸色 莫言无奈地挠挠头 院子里灯光明亮 宛若白昼 生肖穿着一身素白色的棉袄 纤细的腰肢被紧紧竖起 看上去越发显得娇小了 莫言痴痴地看着她 有黑的脸色有些发红 你就别担心了 反正世子爷肯定有办法的 她不会让世子妃有危险的 你就别瞎操心了 不是你家姑娘 你当然不操心 哼 声响冷哼一声 楚王爷根本就不讲道理 上上次在徐家的时候 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要打姑娘 还是世子爷给拦着了 还有上一次在王府里 就因为张燕然搬进来 不搬进来的就给吵起来了 要不是有世子爷在身边 楚王爷那一掌 我们姑娘能受得了吗 傻子都看得出来 楚王爷对安宁公主有意思 不顾规矩地 把她给接到了王府 还让她住到王府的后院里 之前就因为她都要杀姑娘了 这一次张燕然 是从我们院子里 走出去没命的 楚王爷如果知道了 还不杀了我们姑娘 莫言脸色一黑 猛地捂住声响的嘴巴 小心地瞄了一眼房间 听到没有动静 她才松了一口气 把她拉到屋檐转弯处 声响不停地挣扎着 嘴唇上呼出的热气 都印在莫言的手掌心 她只觉得掌心一片如湿 心里也有些躁动起来 刚把她拉到没人的地方 她竟然趁她恍神的时候 一把抓住她的手掌 她只来得及看到 她雪白的小牙齿 白光一闪 然后手掌处 就传来一阵剧痛 啊 声响 你谋杀亲夫 她的惨叫声响彻整个院子 混蛋 你瞎叫我什么 你是谁亲夫 声响面色一炯 一脚踩在她的脚背上 然后用力去堵她的嘴 赶紧给我闭嘴 快闭嘴啊 她这样叫下去 她明天就能被秋月姐姐 他们几个给笑话死 莫言却黑黑一笑 一把握住声响的手腕 乐呵呵地把她的手 凑到唇边 狠狠地亲了一下 声响 你这算不算是头怀送棒 你 我怎么了 声响咬牙切齿地骂她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脸皮这么厚 现在发现也不晚吧 你 我又砸了 放手啊 声响用力挣扎手臂 可怎么也挣不开 她方才听到房门响了 肯定是方才莫言喊的那一嗓子 把秋月姐姐 他们几个给惊动了 他们肯定正躲在角落里 看她的笑话呢 她心绪地瞄了瞄四周 好像那里隐藏的 全都是人影 脸都给憋红了 快放手啊 混蛋 不放 莫言不但没放手 还顺势扯着她的手臂 把她给扯进了怀里 屋檐外白雪挨挨 偶尔还有雪花 落在他们的身上 莫言黑黑一笑 紧紧地把她给抱在了怀里 瞧着她羞红的小脸 她偷着乐 我们亲也亲过了 抱也抱过了 也算是有肌肤之亲了吧 要不明儿个我就去 世子妃面前 向世子妃求亲去 生肖脸一红 跺脚羞道 谁要嫁给你啊 那你要嫁给谁 莫言脸一黑 躲在暗处看热闹的苏木锦 一脸无奈 偷偷跟身边的楚女 小声道 这个莫言 还真是不开窍 没看到生肖是欲据还迎吗 女孩子这个时候 都是要靠哄的 她也不说两句好听的 还给人摆黑脸 太笨了呀 太笨了 楚黎在她耳侧倾向 毛子里笑意一闪 要靠哄的 苏木锦没发现异常 笑眯眯的道 当然了 你看生肖 脸都红了 她这个人 你可能不太清楚 性子可火辣着呢 以前在苏家的时候 她不喜欢莫言呢 那时候指着大门 就让莫言给滚出去 她这会儿肯定是对莫言有感情了 要不然那会脸红 会直接给她一嘴巴子 让她该滚哪儿去滚哪儿去 看来我们府上又要办喜事了 生肖是我身边的 莫言敢欺负她的话 我可不会客气 那是当然 谁让生肖有你这么个好主子呢 楚黎的声音带着笑 那边生肖没有武功 听不到苏木锦和楚黎的话 可莫言却听得真真切切的 她眼睛微微一亮 黑黑地笑 露着生肖小声地哄 生肖 你放心吧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跟世子爷一样 不纳妾 也不找通房 我跟世子爷立自决 如果我做不到 就让世子爷剁了我的手 怎么样 生肖小脸红的都要低血了 垂着莫言的胸口 谁要你立自决 莫言黑黑地傻笑 露着生肖 笑得那叫一个欠扁 她趁生肖不注意 对着楚黎和苏木锦站的位置 逼了一个成功的手势 苏木锦和楚黎撤回房间 不打扰人家小两口了 两个人刚进了屋 还没来得及多说话 房门就砰得一声被踹开 来人正是脸色发黑 浑身颤抖的楚王爷 他的身后是面色冷凝的莫言 方才楚王爷一阵风势地冲过来 他还没来得及反应 他竟然就已经冲到了门口 而且看脸色是来者不善 莫言推着生肖 你快回去 好 生肖知道 他留在这里 就是给莫言和世子爷添麻烦 此时瞧见他面色凝重 也有些担心 你小心点 生肖叫醒秋月他们 苏木锦不用猜也知道楚王爷来的目的 他吩咐生肖 去收拾行李 是 原本还想着有些事情明天再说 可看来楚王爷是不会善罢甘休了 楚王爷却一阵地目瞪口呆 目光死死地盯着楚离王好的双腿 和美有瑕疵的脸 他惊恶地竟然指着他的声音都开始颤抖 你 你的腿 你的脸